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区块链技术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链上的夜市,淘宝奇珍异宝 二区块链的星球大战,智能合约对决 三链界的预言村,教训与智慧的故事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链上的夜市,淘宝奇珍异宝 各位网友,区块链爱好者,淘宝达人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链上的夜市,淘宝奇珍异宝 首先,让我们来设想一下 如果淘宝这个我们熟悉的网购平台搬到了区块链上 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这就像是把传统的夜市摊位搬到了数字世界 每个摊位都有一个不可篡改的数字身份 而每一笔交易都像是在星空下交换秘密宝物一样 既神秘又刺激 在这个链上夜市中,你可能会发现一些非常奇特的商品 比如,一,数字宠物 不是那种需要你每天喂食的小猫小狗 而是一串独一无二的代码 它们在区块链上生活永不消亡 你可以像收藏传统的宠物一样收藏它们 甚至还能让它们繁殖生成全新的数字宠物代码 二,虚拟土地 在链上夜市,你可以买到一块只存在于数字世界的土地 这块土地可以用来建设虚拟房产 或者作为数字艺术品的展览空间 你甚至可以在这块土地上举办一场虚拟音乐节 邀请全世界的朋友来参加 三,加密艺术品 艺术家们可以将它们的作品转化为加密艺术品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NFT 非同质化代币 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拥有者可以在链上夜市中自豪地展示它们 或者以高价转手给其他收藏家 撕时间胶囊 想象一下 你可以在链上夜市购买一个时间胶囊 里面装着某个重要时刻的记忆 这些记忆被加密保存 直到设定的时间到来才能解锁查看 这是一种全新的留念方式 也许未来的你会非常感谢现在的你 五,虚拟服饰 在这个夜市 你不仅可以为现实世界的自己购买服饰 还可以为你的数字化身购买虚拟服饰 这些服饰可能是由著名设计师设计的限量版 只存在于数字世界 但同样能展现你的独特品味 当然 链上夜市不仅仅是一个奇珍异宝的集散地 它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 在这里 买家和卖家不仅是交易的双方 还可以成为朋友 一起探讨区块链的未来 分享对数字世界的见解 不过 记得在链上夜市购买时要小心哦 因为虽然区块链技术 确保了交易的安全性 但在这个充满神秘的数字世界里 还是可能会遇到一些数字骗子 所以 在你决定购买 那个看起来非常诱人的数字宝藏之前 一定要做好充分的调查和了解 最后 不管是在现实世界的夜市 还是在链上的夜市 购物都是一种乐趣 在这个充满未知和惊喜的数字时代 让我们一起享受寻宝的乐趣吧 谁知道呢 也许下一个区块链上的西式珍宝 就等着你去发现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区块链的星球大战 智能合约对决 在遥远的数位银河系中 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正悄然上演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 而是一场 在区块链这个 去中心化的宇宙中 由智能合约主导的革命 这场战争被称为区块链的星球大战 智能合约对决 在这个宇宙中 智能合约是自主运行的程序 他们居住在以太坊 ES 波长等星球上 这些星球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态系统和规则 智能合约是无需中介的合约执行者 他们按照预设的条件 自动执行合约条款 就像是星际法律的自动化执行者 在这场星球大战中 智能合约扮演 主角的武士的角色 他们用代码的光剑捍卫住去中心化的理念 对抗那些想要控制和中心化权利的帝国势力 这些帝国势力 可能是贪婪的银行家 狡猾的中介机构 甚至是那些想要操控市场的黑暗西谷巨头 智能合约的战斗是无声的 但其影响力却是巨大的 他们可以创建去中心化的金融系统 让人们可以直接借贷 投资和交易 无需通过传统的金融机构 他们还可以创建去中心化的组织 这些组织由社区成员共同管理 而不是由一个中心化的权威机构控制 然而 智能合约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们面临着各种挑战 比如代码中的漏洞可能被黑客利用 导致资金的损失 或者是他们的性能和扩展性问题 这可能限制了他们在大规模应用中的表现 在这场星球大战中 最终胜利的关键在于社区的力量 只有当开发者 用户和支持者团结一致 共同努力提高智能合约的安全性 效率和可用信实 去中心化的未来才能真正到来 所以 亲爱的星际旅行者们 当你们在这个数位银河系中探险时 不要忘记支持你们的智能合约绝的武士 他们可能不会说话 但他们的代码比千言万语还要有利 愿代码与你同在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链界的预言村 教训与智慧的故事 在数字世界的深处 有一个被称为链界的预言村 这里的居民都是一些独特的数据生物 他们的故事充满了教训与智慧 今天让我们以一种专业又带点幽默的方式 探索这个预言村的奥秘 首先 我们得了解链界的基础设施 这个村庄是建立在一种叫做区块链的技术之上的 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账本技术 它能够确保数据的不可篡改和透明性 在这个预言村里 每个居民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 我们称之为数字身份 他们通过一串复杂的密码学方法 来保护自己的隐私和资产 现在 让我们来讲一个链界预言村的故事 从前 有一只名叫比特胡的聪明生物 它发现了一种名为比特币的神秘金属 比特胡告诉所有村民 这种金属是稀有且价值连成的 村民们开始疯狂地挖掘比特币 希望能够一夜暴富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发现比特币的价值波动非常大 有的人变得富有 有的人则一贫如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链接这样一个高科技的环境中 贪婪和盲目跟风仍然是需要警惕的 投资要谨慎 不可一味追求短期利益 而忽视了长期的风险 再来一个故事 在预言村的另一边 有一群生物被称为智能合约猫 这些猫非常擅长制定和执行合同 有一天 一只名叫去中兴狗的生物来到了村子 它提出了一个想法 建立一个没有中兴权威的市场 让所有的交易都通过智能合约来自动执行 村民们对这个想法兴奋不已 纷纷参与进来 然而 由于一些智能合约编写不够严谨 导致了一些意外的损失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在链接的世界里 技术虽然先进 但并不是万能的 智能合约就像是一把双刃剑 使用不当可能会伤害到自己 因此编写智能合约时必须非常小心 确保每一个逻辑都经过严密的测试 链接的预言村是一个充满奇幻和教训的地方 他告诉我们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数字时代 我们需要保持谨慎和智慧 不断学习和适应新技术 同时也要对可能出现的风险保持警惕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链接的世界中茁壮成长 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 而不是被他所困扰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链上的夜市 淘宝奇珍异宝 区块链的星球大战 智能合约对决和链接的预言村 教训与智慧的故事 这三个有趣的主题 在链上夜市中 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奇特的商品 从数字宠物到虚拟土地 从加密艺术品到时间胶囊 每一样都充满了想象力和创意 同时 链上夜市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 让买家和卖家之间建立起友谊 并一起探讨区块链的未来 在区块链的星球大战中 智能合约扮演着绝地武士的角色 捍卫着去中心化的理念 智能合约的战斗是无声的 但其影响力却是巨大的 他们可以创造去中心化的金融系统和组织 让人们摆脱中介和控制 然而 智能合约也面临着各种挑战 需要社区的力量共同努力解决 链界的预言村告诉我们 即使在数字世界中 我们也不能忽视贪婪和盲目跟风的危险 投资要谨慎 不可贪图短期利益 而忽视了长期的风险 同时 技术虽然先进 但并不是万能的 我们在使用智能合约时要小心谨慎 确保每一个逻辑都经过严密的测试 最后 我想问问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主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你们对链上的夜市 区块链的星球大战和链界的预言村 有何看法和感受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并提出你们的问题和观点 让我们一起探索数字世界的奥秘 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